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85、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荣获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角色三国张义德 不输水浒黑炫风 一南京六朝库祖 中山门外东行 梧桐家道 松柏遍野 约束李伟哲见一秋 北宜紫金山 南陵琵琶湖 其行不为而克克 其是不寻而森森 亡者之弃也 便知梅花 少有杂树 故名梅花山 乃无国孙权之墓 梅花山下有神道 神道分两段 自东向西为十项路 两侧有十寿六种 狮、马、巷、骆驼、青林 卸至各自 一对地、一对柜 当今游人喜住足流影 自南向北为 翁仲路 两侧历巴翁仲 高渴两丈 分文五个四 文臣朝官持户 武将借奏金无 一对有须 一对无须 宿利左右 神道尽头忽然开朗 水生潺潺 玉草阴阴 松柏眼印中 红墙回环 古道深幽 宝柱、大殿、台积、隧道、方程 隧断杯残缺 仍令人神往 名孝陵也 穿隧道而登祭坛 望之古墓葱龙 农阴日者 为子金山之阳独龙府 独龙府者 明太祖朱元璋葬身之处也 由名孝陵而东树立 为子金山圣地茅山 高山密林间 蓝晶晶者 琉璃阿也 雪盈盈者 汉白玉也 金灿灿者 青铜丁也 黄成城者 花刚炎也 错落有序者 殿堂也 威夷连绵者 石阶也 花花蜜蜜 蜜蜜麻麻者 至中山陵拜见 中山先生之游客也 中山陵之西 梅花山之东 名孝陵之南 有一山傲 溺于高墙 藏于森林 显为人之 人之梅花山之利 名孝陵之忧 中山陵之雄 而不知此地之清静 也 地步广而平坦 水步深而清成 林不大 而茂盛 积压相亲 林黄交瘁 愿正中两树梧桐 一栋黄楼 是地位中山零八号 西国民党行政院长 村客之故居 金若陶前之桃花园 曹瞻之道乡村 无亭台楼阁之华彩 有平房茅舍之野区 无奇花艺草之芬芳 有道麦蜀记之温馨 无古董珠宝之收藏 有鸡鸭珠阳之放养 无则武思主之乱耳 有刀枪棍棒之耀眼 一九八零年至一九八五年 一刻贺名将头戴斗笠 脚灯草鞋 于此安度晚年 将军士桑麻 四出羊 兽鱼猎 五刀枪 官场之外 其乐也荣荣 山野之内 其乐也兮兮 人之王者歌舞声色之乐 美酒佳瑶之乐 高官后路之乐 前呼后拥之乐 而不知田园之乐 田园之乐 天园之乐 也 乐于天园之乐者 开国上将许师有之本色也 一二许师有将军 貌黑多然 静刚烈勇猛 人称之猛张飞 火里奎 又有外号许和尚 许丰子 许师有将军 出身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远湖北麻城县城麻港区 普通农民家庭 少年时 好强斗恶 路见不平 洗拔刀相助 有报道称其为少林寺和尚 并尊号少林高峰 许师有将军曾明确告于 他在少林寺打过杂役 即长短工 在打杂役期间学过武术 不是和尚 也没有受过解 二许师有将军 好饮酒 酒量大 又有人称其为许大碗 喝酒用大碗 去不倒 醉酒而不倒地 他常言 冷酒伤肺 热酒伤肝 美酒伤心 借饭可以 借酒不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红四方面军增发借酒令 独许师有将军可以例外 行军 敲夫丹酒 打仗 好饮不悟 众将领不服 他能喝酒 我们为什么不行 时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道反节 你们有许师有的酒量吗 众接牙口无言 三胡七才回忆 许师有将军的酒量文明红四方面军 一碗酒端起来两三口就喝光 美喝必醉 长征前夕 许师有任九军副军长 兼二十五师师长 他常在房地清江渡进地主之意 分别邀请兄弟部队将领喝酒 他对自己在少林寺那段经历从不也会 常说 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 四1936年 许师有将军升任红四军军长 其实红军规定 军以上干部可以结婚 红四军政委 王健安向将军道喜 恭喜 恭喜 你可以结婚了 许师有将军张嘴问 共产党员 还能干那吊榜子事 继而自言自语 我不能干那事 但喝酒不犯法 武南京军区元党办秘书王宣言 与许师有将军喝酒 最难应付 将军海量又抢词夺底 每夜 必先自己满饮一杯 劝酒时 若你说 不会喝 将军说 你怕老婆 若你说 身体不好 医生不让喝 将军说 你怕死 故你不得不喝 死 时 将军又说 你明明会喝 弄虚作假 罚酒三杯 六许师有将军密书李福海介绍 将军晚年嗜酒如命 一天一瓶茅台酒 病动时也不断酒 买酒 用去了他大部分薪金 将军喝酒公司分明 因公宴请客用酒 由管理员保管 平时自己喝 私人请客的酒 自己买 自己保管 言辞李福海言 幸亏许司令死于茅台酒 涨价之前 否则他的工资更不够用了 行语 8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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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Dob 承司令曼联得肝病,医生劝其戒酒。 许师友大怒,说,不喝酒还不如死了好。 许师友病重期间,常出现肝昏迷,医生想尽办法皆无用,然矣,棉花球占茅台酒,清茶其醇,静苏醒。 许师友将军曾邀于参观其卧室,四围壁上除选宾如先生奔马图外,均满挂将军照片,有将军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诸葛之合影,有将军各个不同时期之生活照,大着十余寸,小着七八寸。 晋将军卧室犹如剑摄影展听解,求许师友将军喜照相。 凡下部队视察必带摄影记者,势必便说,照相,照相,与战部合影,与士兵合影,与家属小孩合影,凡见人军与之合影。 故将军属下大多有与将军合影之照片,时许师友将军喜打猎。 某年,十二军某市副师长,因打猎物伤而亡,总部特作规定,高级干部不准打猎。 许师友将军在此规定上批示,打猎不行,打鸟还可以。 某日,许师友将军之广州家和农场打猎,或食余之野鸭。 农场厂长前来道贺,曰,收场好枪法。 将军勃然变色道,好个屁,你这里是种草还是种岛? 那么多野鸭子,我看你这个农场厂长是不想当了。 许师友将军喜打少林拳,下部队性质高时,偶尔也来几下少林拳和棍树。 好友,摄影家卢晓明,曾拍摄许师友交警卫人员棍树的珍贵照片。 卢晓明与笔者言,其实,许师友说,要交棍树,警卫汲取两根长棍来。 许师友取长棍与一位警卫摆开架势,对打了几招。 而后,许师友收棍站立,抬头望望棍,试棍长鱼许一个脑袋。 许师友说一句话便走了,如晓明则记忆有心,棍要齐眉,叫齐眉棍。 许师友将军常用也未宴招待客人。 野味燕,菜蒲油,四喜麻雀,油炸,面托,酱汁,麻辣,五彩凤药,班纠,青油烤鸭,野鸭,芙蓉玉片,大雁,鸭掌细水野鸭,爆炒兔肉,野兔,栗子鸡丁,野鸡,红烧狗肉,五花蛇耕水蛇,青炖梨肉包,山梨。 采访对象与参考树木一许师友,曾任解放军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许师友,1982年4月15日,南京采访笔记。 二许师友,1982年4月15日,南京采访笔记。 三胡大荣,解放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开国少将,1987年6月4日南京采访。 四胡奇台解放军功成兵副司令员,1991年4月23日,北京采访笔记。 五陈熙连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1990年5月23日北京采访。 六王宣,解放军南京军区原党办秘书文《毛泽东之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七里福海,许师友秘书,1982年4月15日,南京采访。 八陶博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场,1985年10月南京访谈。 九金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胡居成,胡赵财等文许师友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顾锦平,许师友保健护士文《生命的光华》,时许师友,一。 九百八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南京采访。 中国处江苏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顾问,1995年1月3日广州采访。 李继泽、赵斌、盛培德、亚太经济时报员总编文同事以方图,中国金报。 1990年11月2日,王宣解放军远南京军区元党办秘书文毛泽东之见,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转自军事书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9 1970年,转自军事коần symptoms。 19 kadoko vertebra的世界? 1994年,转自军事书炉返回军事图,王宣解 bed intelligen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